做一道井上添花 给年夜饭增加一道菜 洋葱就是这朵花 鸡蛋就是花头 咱们现在这朵花 咱们现在就做这朵花 把这个尖切下去 咱们开始切这个花瓣了 要下到底 但是底不能切断 不要切断 要是它开不了这花 千万不要切断了 要慢一点 这个花瓣就切开了 看这个刀盘里头呢 整整形 刀盘里头整整形 我这个现在呢就是看一看有没有连的 你再走一圈这个刀 它就开的就更好了 它一蒸的时候它就开了 就像花一样就开了 现在咱们就做那个花头 花头啊你要假设想多的话 你就打三个鸡蛋 我这呢就打两个鸡蛋 先把这鸡蛋打散 我们再加水 加水呢咱们就加这个 一勺 一个鸡蛋 两勺 一个鸡蛋 咱们这个是用的是温水 温水就可以 过一下塞 把咱们最好的营养留下来 多搅拌一些呢 土呢就更有营养 这盐呢咱们就放这么多 少拌少看 就这些就可以了 那个花土啊 倒进去 现在把那个花啊 放进去 一定要慢一点 蒸8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花啊 咱们就蒸好了 咱们再去做汁 把它浇上 咱们就这个菜就完成了 好 崖了 鸡蛋 薯油 蚝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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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钢面 加点胡椒粉 咱再加点土豆粉 勾勾芡 现在咱们把汁熬好了 给花浇上 让它开起来 咱们现在就浇 多浇一些呀 颜色更好看 花开得更深 看看这个花 要不要再增加点 颜色 要不要再增加点 把龙点睛来点脆 可以脆色 可以上桌了